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凯燕说 本地有更多女性参与推动和领导可持续发展行动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傅凯燕在一场国际妇女节晚宴上说 全球气候变化将加剧性别不平等 加拿大妇女在贫困、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差别待遇 部长也对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导地位有所上升 感到鼓舞 研究发现提高妇女在国家决策层面如议会中的席位比例 可促成更严格的气候变化政策 从而降低碳排放 另一方面当女性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较大比例时 公司也会比较愿意透露碳排放信息 傅凯燕说 从这些例子可见 妇女所带来的独特视角、专业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以形成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一股积极力量 在处置里面如议会中占有点 clutch 提高的一股积极力量 我们的推动